大家好 歡迎來到資金樓事務所 又是QASA彭偉新 今天是12月29日 昨天是報錯日子 今天正式是12月29日 距離取積只剩下兩天 計算今天廣估整體走勢 如果昨天升300點下走勢似乎不是很大的成交額 今天回調是正常的 昨晚美股也跌 導致跌幅超過1% 其他兩個指數也跌得比較重要 尤其科技類股份繼續下跌 拖累整個股市繼續向下 現在看港股在現在的時間12點 跌了是223點 下回是19675點的水平收 當然今天還有下半場 下半場的走勢會怎樣 我自己覺得沒有太大的方向 也不會再有一個明顯的急跌 以昨天的美股走勢來說 主要下跌的原因 其實還在說通脹 仍然未知 另外也看回整體經濟衰退 加上地緣政治局面 大家很擔心內地方面 在進一步釋放和鬆綁的防疫措施下 也有大量內地居民打算外遊 查詢的航班來說 這次數已經遠遠超過了近來的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所以現在來看大家對於接下來 會不會中國那邊的一些疫情 會對外發放出去 大家來講都是有一定的憂慮 尤其是如果你看回美國自己本身 都有一些新的防疫措施定了出來 而且也看到其他地區來講的一些防疫措施 都是路續續地收緊 所以看到美股出現了一個 比較明顯的回跳是正常不過的 不過如果你看回昨天來說 美國出的經濟數據又不是特別差 例如看昨天出的紅皮書方面 反映整體的零售銷售 都還有9.6%的升幅 這個絕對是一個好的增幅 至於一些未缺的房屋銷售 11月同比跌的幅度是多一點 就是4% 遠遠是比市場預期的0.8%跌幅要多 但是未缺房屋銷售方面的總數 11月份是73.9% 亦都比起之前10月份77%低了一些 不過都可以去理解一下 就是說現在你說的房屋市場的整體走勢 所以像是一個叫做匯條 我都相信這個匯條是的確影響到 接下來整體的美國的通脹數據 應該是會進一步回落的 也都因這個因素 其實看到美國的整體經濟數據 不是特別強下 都限制著就是美匯指數的反彈 因為我們看到美匯在最近的低位 103.45%的水位反彈上來 上去104.6%這些位 沒有辦法再進一步向上升 那都是有一個預示著 就是說整體的美匯轉弱的形態 是仍然維持的 市場其實都是預了一樣的現象 就是未來的2023年 大家對於美匯都是看淡 也都相信就是說 美匯強勢已經是完結了 接下來的時間美匯會弱 那都是一個叫做 令到整體美股本身來說 的走勢是轉弱之外 也都可能有部分的資金是流了出來 有助其實一些新興市場 大家很擔心就是說 美股跌 全世界的股市來說都遭殃 但是有時候是未必的 因為始終來說都看到 美國在過去的兩三年裏面 使用一個強美元的政策 都吸了很多全世界的資金進去 而現在來說 正正是一個叫做逆轉的形態 可能這些錢來說 就會去一些估值比較低的地方 包括港股和A股市場 看看昨天的經濟數據 沒有影響到大家對於 2月份和3月份的加息的步伐 大家都相信 再加那兩次息都是25點 所以去到明年的3月份 再加息之後 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的水平 就會大概去到4.75至5厘的水位 所以在這樣的利好利膽因素下 雖然都令到美股昨天來說 跌下來 跌了1.1% 導致 標普密指數是1.2% 納資更加多一些 1.35% 但是如果看回 導致 我們之前都說過 那個指數 即使在日前的反彈 都沒有辦法把指數 推回到保利加通道中途流上 基本上就不用想了 即是市是彈起 可以去理解 現在的導致正正在回調 有望在短期裏面 再試回到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尤其是RSI仍然比較偏弱 都是一個令到大家在短期 不敢加在美股的一個主要原因 至於昨天來說 港股升了305點 升幅達到1.5% 國指129點升幅1.96% 另外科技指數升得多些 88點升了2.14% 昨天的市場升幅 都和大家預期一樣 因為大家都看到 內地方面防疫措施進一步放鬆 令到大家有望見到通關 本地的特首都表示 在1月15日或之前 就會和中國通關 都令到港股有得抽升 以昨天看回早段的時間 一直升上去 曾經的升幅達到500點 但最後收窄只有305點 那個升幅就好像少了 也去到保利加通道的頂 未能夠突破已經是下來了 大家都其實是預期了的 只是問題就是 預期了之餘 看看有多少錢 在昨天的收市勁價時段 仍然是肯拍在港股上 我們看到 恒只有23.8億 國資有24.6億 而科指有18.1億 如果計算他們的追貨比率來說 恒指是差一點 66.7% 國資有88.4% 科指比較多 97.6% 如果以恒指 昨天的收市勁價時段 有23.8億 進入了 但是追貨率只有6% 不算特別高 所以 是不是真的 回調 似乎那個走勢 是告訴大家 回調 暫時來說 不要寄望向上 突破 2萬點 這個水位 因為我們看到 2萬0200點 保利加通道頂 在那個位置 是頂得緊的 你要升破這些位置 就一定要有很利好的消息 而且也看昨天 我們看到 去到保利加通道頂附近 RSA還未破位 還在七十六下 都預算上升不到的了 至於 昨天 雖然那個 叫做升幅是收窄 但是也有錢進來 也加上早段的時間 那個 就是開始的時間 加上那個 指數是升 我們看到 10月20日 開始一直 直到 昨天為止 我們看到指數 是一浪高一浪的 當然 中間來說 也曾經試過一些回調 但是回調的期間 最重要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就是 那段時間 有沒有錢走 其實在圖表裏面 我們分了六格 終於第六格出現了 頭那一 三 五格 是什麼 就是指數回調 但是錢沒有走 又甚至是進來的 那段時間 我們一直都說 為什麼我會看好的市 為什麼要繼續看這個市向上 主要的原因就是 錢不走的話 市便不跌 至於 在第二 第四格 就是粉紅色的格 裡面 我們看到指數上升 和那個資金 都是進來的 而這次來說 那個第六格的出現 我都相信 會有機會 是進一步 將指數去推高 雖然 以昨天 那個 日中的高位來講 升到上去 是2199點的水平 2199點 其實都很貼近 那個 叫做 是20200 就是保利家通道頂的 也都在這個水位來講 是高過 在上一次 12月的高位 當時來說 是19926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其實那個一浪高一浪的形態 出現了 不是說 那個收市水平來講 又跌回到19900點 這個水平以下 所以 不是屬於一個一浪高一浪 其實就是 也都見到的錢來講 是繼續進來 所以我都相信 現在來講 總之今天 是跌了下來 跌了二百多點 但是 都不是一個很大的訊號 告訴大家 就要走人 尤其是 看回今早 來講 我們看到指數 是低開250點 跌幅來講 是1.2% 也都見到 恒指也好 國指也好 甚至科指也好 都是有錢走的 不過走了多少 呢 恒指走了7.7億 那個拋貨比率 是說的是77% 算不算高呢 如果一般的情況下 77%是高的 也都是看回國指來講 昨天都是叫做 有得升 今天來講 跌回了 跌了一百點 就是開始的時候 1.5% 也都見到的 資金走了 是6.7億 另外 就是科指也來說 也跌了2.2% 而那個資金走的部分 是5.5億 其實如果你看回這幾個數 都是比昨天收市後 那個見價時段進來的不數 所以都不是說 一個很看淡的訊號 重視就是 國指來講 那個拋貨率有94% 科指也有100% 但是這兩個數 數值相對小 所以暫時都是看 那個市是匯條 不是說見頂的 也都我們看回 如果用回15分鐘圖 和一小時圖去看 近來來說 我們都見到 就是指數一直都是貼著 保利加通道頂 就要回調的了 我們之前很多時候都說 保利加通道頂部 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但是那個阻力 是不是足以令到 整個市是真的叫做 是維持一個比較大的下跌呢 最重要就是說 它是不是收窄了去見頂 現在來說就不是 現在來說就是 在一個比較闊的情況下見頂 所以回調來的 因為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收窄的話 它跌的幅度就會相對比較少 也都看回昨天的指數去到高位 接著回調下來的情況 它還沒有向下跌穿 那個一小時圖的 保利加通道底部 而且如果用日線圖去看的話 港股的整體走勢 基本上我們無論是用移動平均線去分析也好 甚至用保利加通道去分析也好 都是屬於一個叫做整固局面 以保利加通道的分析 昨天去到頂部 靠著保利加通道頂 20179 跌回頭 正常因為通道頂就是阻力 不過都是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20天的移動平均線 那個水平 仍然還是一個 叫做相對比較強的支持位 因為譬如看今天來說 都沒有跌穿這個水平 再加上也都看回 就是今天來說 叫做走勢上 跌到下去 靠著在19500的水位 也都是沒有再跌下去的 19500這個位置很重要 因為我們一直都說回 指數由這個4月份的高位 是225 23 到低位是14597 然後做反彈 61.8%就是19500的水平 所以這個水位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升穿和跌穿的分別很大 現在來說 是不是跌穿了呢 如果用回那個技術去看的話 暫時都還可以是 維持回 繼續看回正面一點 因為我都相信現在來說 那個市場 都是看著一個訊號 就是說跌穿是不是有錢走 第二就是說 現在來說 19500似乎是一個叫做 走勢上橫行區那個 那個的宗族而已 所以暫時都可以是繼續 留意著 就是市場 不需要太過擔心著的 好了 我們看回那個的即使圖 其實如果看回恆子來說 我們一直都是看指數 從低位一直升上來 一浪高一浪的形態 暫時來說 20天線 就真的未真正叫跌穿過 所以就可以去看回 20天線的支持 也就是保里加通道的 那個中族 支持是繼續有效的 至於在短期裡面 究竟會不會出現一些 比較明顯的 就是向上上破 或者向下跌穿呢 最重要是看回 就是現在這一浪的 由低位升上來 如果我們用回 今年的 即是4月份的高位 或調的黃金比率 現在來說就是在 那個61.8%的水平徘徊 這個位如果不跌穿 不穿20天線 基本上向下跌的機會 就不大 但是要看就是 我們那個保里加通道的走勢 現在呢 最主要的保里加通道來說 那個頂部是在收縮 就是那個底部也在收窄 現在來說會不會出現 就是抗幅 然後跌下去呢 那就真的要看出那條20天線 我想現在來說 即是市場外圍方面 包括美股那邊 那個走勢是反覆多一點 那個波幅也大一點 或許或許會令到 保里加通道短期裡面的 垂直高度是會抗闊的 因此呢 有機會的指數是會先做回調 但是回調的幅度去到哪個水平呢 才是危險呢 一就是說穿20天線 走勢就會向著通道底 是進發的 另外呢 也都要留意回 整個走勢上 在今次的黃金比率 就是61.8% 就是站了這麼久 下一個要回調的話 下回到哪裏呢 就是個38.2% 那些水平就會比較低一點 暫時來說 如果看回 就會大概是17,600這些位置 如果你是17,600這些位置 都跌穿的話 整個反彈就真的完結 也都是做不到一浪高 一浪高的形態 到時來說 大家懂得做的了 就真的要走 不過暫時來說 還未出現這些情況 而且也預計 一月份 會有一些 重新再資金配置 或多或少會令到市 在一月份 是有得再升一浪 所以我想暫時 看回外圍 大家留意美股 但是與此同時來說 暫時還可以繼續 安穩地拿著現有的貨 至於今天來講 看回那個小視圖 它還是在一個 叫做保利加通道的範圍裡面 是繼續培護的 穿了那個種族線少少 但是沒有落到底部 而RSI也都由70流上 下回到50這位 整體的走勢 仍然是繼續反覆的 而現在來說 市場的關注點 暫時都是看回 美股那邊 有沒有機會出現 一些比較大的下跌 跌就跌了 導致來說 暫時站得穩 其他的包括 就是納指和Vivo 納指數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偏弱的形態 只要這個偏弱的形態 是沒有再進一步觸發到 更大的拋售潮 暫時都還可以 叫做 站得到的 以現在去看回 美股對於 經濟衰退 地現政治 再加上內地 疫症的影響 令到指數跌 但是那個跌幅是說 1%的 另外 大家都對那個 美國出現的經濟衰退 是有憂慮的 亦都這樣說 可以限制著加息的幅度 亦都是抵消大家 對於那個加息會影響到 整體經濟機構的壓力 第三個焦點 就開始看回內地的 就是叫做 防疫措施的鬆綁 內地的疫情反彈 人民幣匯價呢 亦都是轉回弱的 會試十天線的支持 這個可能會對港股的影響 會大一些 基本上 暫時看內地的A股都跌 港股來說 看人民幣的倍價 都是跌回頭 但是支持你 暫時還可以站得穩 另外看回星期三來講 繼續有資金流入 收市有個境界時段 和開市都有 收市的時間來講 恆治有23億的資金流入 反映恆治市底是不弱的 而今早來講 港股低開了250點 恆治國止 科治都有資金流出 5.5億至7.47億的水平 至於整體恆治來說 因為昨天就升到 保利加通道的頂部 即時出現匯條 短期來說 都相信會維持在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到頂部之間 繼續徘徊 應該在未來的一個交易日 最後 即是叫做2022年最後一個交易日 應該市都沒有太大的方向感住了 我彭偉先生就會在1月6日 星期五晚上7點半到9點半 就會講另外一場的線上講座 首先我們的主題就是講 關於保利加通道怎麼用 以及資金流為何要用它來做分析 今次就會把主題放進去 大家都很經常用的移動平均線和MACD 究竟移動平均線是否真的可以 好像大家這樣利用移動平均線 作為一個支持位 作為一個阻力位 又看一些長的移動平均線和短的移動平均線 互相之間的黃金交叉和死亡交叉 就是一個買入和沽出的信號 是否真的這麼簡單呢 其實如果你看回大家在過去一段 比較長的使用移動平均線的經驗 往往都會發覺用這些移動平均線 似乎不是這麼得身應手 究竟怎樣去利用移動平均線 如何去做一個不同的組合去計算 所謂何時出一個的黃金交叉和死亡交叉呢 這個我反而覺得更加應該是一個重點 令大家可以好好運用移動平均線 因為始終移動平均線就是反映股價的 過去一段時間的平均走勢 你只要好好去分析到這個平均走勢 其實你就可以有能力去預測何時的市 就真正是有力向上衝 何時的市是見頂要收受的 至於MACD來說 亦都是利用移動平均線的特性 大家在使用MACD的時間 就會分析到究竟一個長線應該怎樣看 短線應該怎樣看 什麼叫做牛叉 什麼叫牛牛叉 什麼叫紅叉 又或者是牛紅叉 這些術語都是經常在MACD裡面用的 究竟每個術語是代表什麼呢 我相信大家如果很清楚了解到的話 對於使用MACD也有一個很好的幫助 至於資金樓 上一次我們去分析的時候 講了怎樣去計算資金樓 究竟我們看資金樓圖的時候 怎樣去看大戶是否真的在賣貨 散戶是否真的在賣貨 我們利用資金樓圖就可以更加準確地去 預測市場上高大戶的部署 所以這次來講就是一致過上課 是學了兩種三種不同的分析工具 令到大家來講會有一個更加有效的一個部署 而這次來講那個費用是988元的 而我們就是有一個直播名額就是90位 以先付款先得的作為一個方法 如果大家來講對於這次的講座有興趣的話 就利用圖表上高的QR Code報名 透過這次的報名來講 相信大家可以進一步拿到更加多的 就是技術分析的工具 是作為下一年 就是2023年那個部署的用途的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我們就希望在今年最後這幾個交易日 平平安安度過 然後在2023年再出發 到時來說就是賺到盆滿、撥滿的 如果各位有任何個股、大市 甚至是對一些技術分析的問題想問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的留言板留言給我的 我會盡快回覆給大家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